張宇... 好了啦,好了啦 大家同心超早,大家好 好 你國語聽不懂? 聽不懂嗎? 現在講的就是國語 你所想的 主要想的,你們頭腳 我想你有青草 今天自己問過國語 你就搞不清楚國語的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腹下 六十九年的教育真的是成功 對不對 我跟你說國語聽有嗎 有啊有啊 但是你們說國語就是什麼 就是北京語 其實我說的國語是什麼 我現在說的就是國語 所以你們腹下有清楚嗎 有啊 清楚你腹下不會說對的 你們腹下都不清楚 所以呢 所以 我講不用受騙了 台灣人的腹下 六十九年 到今天 國民黨 中國人的教育 我告訴你 真的很成功 非常成功 一般人 沒有辦法很快的理解 所以 我今天要和我們大家說的題目就是 台灣歷史到底是什麼 台灣這個土地到底是什麼人 我告訴你都台灣人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對不對 對會怕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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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是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國賓飯店是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的 這句話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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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訴妳 國賓飯店的所有混帧叫妳拿走 妳絕對沒辦法拿走 對不對 難度說 台灣的所有混帧妳 daran 有台灣的所有人怕手? 沒有的怕手? 你都知道嗎? 你有什麼管理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句話是要用在什麼? 用在選舉的時候跟你騙的 我們台灣人的內心都很愛台灣 如果說到台灣都好,台方都好 所以選舉的時候跟你說 台灣人就要選給台灣人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人的台灣人 好,快點,那陰就在那裡走 你不知道說回那個陰 尚尚尚尚尚是誰? 是你自己 我跟你說喔 來 你老實說 你選舉拿到人買票請你吃飯 還是去出土的 別的人拿手 你別的人拿手 老實說來 你如果沒有老實的百度疼,我先跟你說 好,手放下 請三分之一 都受過所謂的賄賂 請吃飯也是賄賂 你不是這樣說 你吃那個飯就是賄賂 所以吃那個飯教導 你也要百度疼才對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不百度疼? 因為 上面的事情就跟你說 反正這些人都傻人 沒有效啦,他們要賺錢 去交稅金而已 選舉 如果你有辦法來賣票 幾個都可以用錢給你買 請你吃飯請你去出土 我告訴你,這不是民主選舉啦 所以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答案是NO 台灣就一定要變成說台灣人 不因為說人家跟你買票 請你吃飯請你去旅遊 你碰票回去 到那一天的時候 台灣就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你想看我講的這些話 對還是不對 台灣人 長久以來 受中國人的教育 搓著歷史教育 都一直搓著在認為說 台灣這個土地是台灣人的 其實不對 我就曾經常常跟你說過 馬關教育 日本的天皇為中國的風地 手中拿到 所以有很多人 在論述的是說 台灣的主權 是日本的 這樣對不對 對的爬手 不對的爬手 不知道的爬手 我再說一次 台灣的主權 是屬於日本的 對的爬手 不對的爬手 不知道的爬手 你還有這麼多人不知道的 怎麼跟你們說 台灣這個土地主權 誰的 日本天皇不是日本的 聽到嗎 不是日本的 日本是代表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 因為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過去 第一次世界 以前 第一次世界 那個時候 台灣 全世界 大部分 都是皇朝 都是皇帝 國王 女王 全世界 都一樣 這是這幾年 這幾百年以來 因為這個民主的潮流 以為是這個美國 他建國以後 他推動民主的觀念 自由的觀念 給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所以這些人民 才覺得說 無法 大家用自己來決定 這個選議的決定 的領導人 台灣人的選議 是非常可憐的事情 你們剛才有 像三分錢都拿手 就是選議的時候 你有這條紅包 甚至這條錢 甚至人請你吃飯 甚至人請你去旅遊 你都沒想到一點 你去回那條票 你要撩兩百十十塊 你知道嗎 總統的選議 你把它抬下去 好選年拿三十塊 全世界沒有這種 我跟美國說的 像美國外相先 哪有那種事情 我說你給他查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好選年 可以拿三十塊 知道嗎 你很自然 那三十塊 要給人家 你不是只給他 三十塊而已 政黨都幾年拿五十塊 拿四年都要兩百塊 所以兩百十十塊 所以你去回一個票 你最少要撩兩百三十塊 當然不是馬上 因為你拿出來 因為你有水金 這種的 是絕對不公平 是絕對不公平 美國的選舉是怎樣 你敢知道嗎 美國的地方的議員 的選舉 是都地方的四身 美國的議員 一國的薪水 你知道嗎 五百塊 五百塊 現在比較高 五百 本來是兩百三百而已 一個月 在中華美國貸貸的議員 你選的時候 現在議員一公月幾十萬 你叫他不要選 他絕對跟你說理小 不然不選 就讓國民黨掉下 其實台灣人不應該選舉 因為你選 你不是選台灣的總統 你選什麼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但是馬英九人 他都不會說台灣總統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說我國 我國你就回去了 因為普通的教育 在跟你說台灣跟中華民國是一樣的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所以他跟你說我國你就看不見 他過去 他講說 他在說中華民國總統 我們在上個電 他現在嚇到他都不敢說 所以他很多現在補助 都把你選我國 迷糊 把你模糊掉下去 不要去選台灣總統 請你拿手 你又很突然 跟你說沒有台灣 你又拿手 後面我們的學員 又拿手 你當時選過台灣總統 你當時選過台灣總統 什麼時候 啊選過台灣立法委員請你拿手 嗯 現在有差 你是中華民國總統跟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所以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所以你拜託事情 拜託不行 還是說沒辦法拜託 那是合理的啊 他是中華民國啊 你是台灣人啊 你聽得到嗎 所以 中華民國總統和台灣總統有一樣嗎 不一樣 但是今天為止 台灣人不選過台灣的總統 你看 不要研究在美國的時候 你怎麼說 我是來自台灣的總統 來自台灣的總統 不表示是台灣總統 美國是很清楚的耶 美國老早就規定說 他所有的政府 他的公務人員 不可以去拜訪中華民國的辦公室的任何人 人 人補照的聲音這麼清楚 你台灣人傻啊 傻真的是很傻啊 我雖然今天這樣跟你說 你今天聽著聽著 你聽著有了 但你處理 你馬上又變了 又去世了 又去世了 為什麼 因為注意太多的人啊 那個氛圍啊 給你賣去 要騙你就變不過 台灣坦白說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台灣這個土地沒有主權 台灣的主權什麼時候才有 你知道台灣的主權為當時才有 其實台灣的這個所謂的主權 這二啊 英語叫做Saventy Saventy這幾英語呢 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才有的一個字 不要說我們台灣人 日本人也一樣迷迷糊糊 台灣人 中國人 又比較嚴重 中國人從來不曉得什麼是主權 只有曉得什麼 管轄權 他自己管他就覺得有主權 No 這間房子你在住 對嗎 所以你有這間房子的所有權 對不對 對的握手 不對的握手 啊 不知道的握手 你沒有握手什麼意思 很不出名耶 你不知道在哪裡握手啊 你住在這間房子 所以你有這間房子的所有權 對的握手 不對的握手 不知道的握手 你看看 台灣人 比較像台灣人 很可能 這方面的觀念都沒有 你住在這間房子 你就是有這間房子的租款嗎 未必耶 我住在飯店 我有這間飯店的租款嗎 未必耶 你不一定是有這間房子的租款 台灣你現在住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你台灣人 如果真的有租款 你住的地方 房子真的有主權 你房屋稅不用繳 你以爲你繳什麼 你稅啊 你的房子為什麼要交什麼稅 你的啊 所以現在普通的那個觀念 這間房子我的 不好意思 不是你的 這間房子真真正 所以政府可以靠地下水 的觀念在哪裡 因為這塊土地 不是你的 是政府 政府 是政府什麼 日本田 日本田 就是政府 你聽不懂 這觀念一定要有 台灣一直沒有主權 一直到什麼時候才有主權 你知道嗎 什麼叫主權 這塊土地 所有一切的事情 我能做決定的時候 這樣我有這個主權 什麼 我問一下 台灣這塊土地 你把它批評歷史 有什麼人 可以對台灣這塊土地 說他要做什麼 要賣掉就賣掉 要做什麼就要做 什麼人有那個管理 你不要批歷史啊 你都批過歷史對不對 什麼時候 你批的歷史說 什麼人有那個管理 來決定 這個台灣這塊土地 會領土 要做什麼 什麼人 蛤 蛤 哎唷 我不是長官跟你講過了 馬管條路 裡面 清朝的房地 將台灣批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王 清朝的房地 是不是這塊土地的主權 其實 那時候嚴家來說 不是有主權 他只有管轄權 而且 他的管轄權 只有一半而已 你知道你有看他土地 一半 日本天王接著這塊土地 他有嚇到 禮拜日後 四個都跟你反對 有一部電子 叫做賽德克巴萊 有沒有 有那看他家裡 有那看 好 這塊鴨皮 裡面 其實這塊鴨皮 他裡面所說的 和那時候幾個年以前 我手下的 幾乎是一樣 他 高山的 他說 不會 我生活這麼好 我生活領域 裡面 那雙方 有外人一次 說我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不能打勵 不能做什麼 他當然不高興會反抗 反抗的時候 對方就怎樣 把鎮壓 把征服 健全法裡面 不說打贏 打輸 只要用政府 抗愧 這個 所以 日本也很痛 所以1895年 拿到這塊土地 以後 日本人都說 一天 你這個高山的 原住民 一天 你把我反抗 他說他做不到 所以他在台灣 馬上召開一個 國際會議 請那個美國人 住在 青條裡面的參議 為那些 會問他請來 做他來開國際會議 還有其他人 會議 在討論什麼 他討論 這個右邊 這個土地 是不是一個國家 高山這裡 是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是國家 他就要跟人家談判 如果不是一個國家 他就要用一個方法 萬國公法裡面 征服 要他征服 讓他們都聽他的 所以 1905年 開了國際會議 同意 高山族這邊 只有部落 不是一個國家的形態 所以他就派警察 跟派軍隊 從北方 1905年 直接打到這裡 1915年 打十年 台灣 台灣 這個高山 完全奈命 他不服氣 跟他拳 他拳 那拳的裡面 有包含 日本的一個秦皇 在這裡建設 但他說 他打拳 真正的歷書 說 不是 他去給高山 用那個刀 台式 這歷書 我們搞不清楚 但是 可憐 1915年 日本天皇 政策的宣佈 台灣 這個月 百分之一百 都已經 去給他征服 對 都聽他的 叫做征服的意思 所以 1915年 才建立了 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以前沒有主權 1915年 日本天皇 建立了台灣主權 要怎麼證明 日本天皇 建立了主權 1922年的2月26號 日本 參與世界九個共的國家 簽一個華盛頓財經協定 協定的十九條裡面 大家國家生意 不是說台灣批火 是日本的那些土 是日本的那些土 那時候 1922年 台灣這個土地的主權建立 而且被承認說 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但是在1941年的12月7號 日本天皇發動建政 就是太平洋戰爭 其實說太平洋戰爭 不太對 叫做大東亞戰爭 先說大東亞戰爭 來你看 你看 我們堂的副本 說日本侵略 我們來研究說日本是不是侵略 現在日本人 日本的修雄在拜 政國神社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反對 對兩個國家反對 一個是中國 還有一個國家是韓國 反對 為什麼這兩個國家反對 他說日本的修雄 你不能去拜建國神社 拜建國神社 尤其裡面有那個戰犯 頭號戰犯 你不能去拜 但是 在那個時候 你要想看看 二四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 殲的土地有多少 菲律賓 外南 隔壁柬埔塞 泰國 泰國那個人殲一半而已 還有馬來西亞 新加坡 為什麼這些國家 都沒有出來反對 說你 不能拜建國神社 為什麼 你不要研究過 為什麼 建拜就只有兩個國家 你反對 為什麼這兩個國家 為什麼反對 其他國家為什麼不反對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理由很簡單 當年日本發動 太平洋戰爭 所謂大東亞戰爭 他的目的 他跟世界人說 我們反對 這些列強的殖民政策 這時候你看 菲律賓什麼人的殖民 美國 因為 菲律賓是 美西戰爭 菲律賓過美國 外南什麼人的殖民地 法國 印尼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都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 日本的大東亞戰爭 真正的目的是在哪裡 解放 亞洲地區的人民 讓他們能夠得到自由 讓他們能夠建立自己的國家 你會剩一個嗎 跟你聽歷史都不一樣 所以日本最近他說 我們是不得已而戰 我們不是喜歡發動戰爭 其實日本如果沒有發動 這個二次世界大戰 整個亞洲地區 都是那些列強國家的殖民地 英國 法國 荷蘭 跟美國 這跟你聽歷史都絕然不同 但是 所以你們 要去想我講的話 你不一定要相信 但是回去 你都有電腦 現在很開放的 你上電腦去查查看 我講的對不對 所以這些國家 感謝日本都來不及 他怎麼會去反對呢 是不是如果說實在 有機會 他們那些國家會去拜日本的 為了建經世界 所謂的頭號戰犯 什麼東條英姬 類似這種 為什麼韓國跟中國反對 韓國的原因在哪裡 1905年 韓國本來有王朝 去用推翻 推翻 以後日本借機 進去韓國 以後 日本的天皇 和韓國 當時的軍政府 所謂的軍政府就是韓國的統治者 中立簽了一個叫做併合條款 併合條款簽了就是什麼 韓國的主權 又是像日本 像這個 韓國的中立 韓國人的 但是韓國的管轄權 韓國的 交給日本天皇 那是標準的殖民地 變成日本去殖民韓國 所以第二世紀才前 結束的時候 1945年 就今天和平條約 的第二條的 西 你在說什麼 日本放棄韓國的管轄權 原來韓國都有租款 他沒有給他 所以管轄權放棄 國家上他的租款韓國就變成一個 獨立的國家 台灣為什麼不一樣 台灣當時清條是 租款和管轄權 都總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第二條 古今山好明條的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 關學權 問題是租款要在什麼 日本天皇 你聽我了嗎 所以美國不再跟你說 你 台灣人不可以獨立 因為是什麼 美國 軍事政府要替日本 保管這個租款 因為 他是有尖領款 美國有尖領款 日本有租款 他跌掉了 但是美國把這個租款 把它拉起來 suspen起來 所以就要把 台灣人 台灣人現在拚是拚這個 但是美國人頭腦是很好 但是要求不好 他在騙台灣人 剛開始的時候 他叫三年 建政結束 美國人在台灣的時候 這叫做 叫做軍事政府 但是這個軍事政府 可以用其他不一樣的名字 美國剛才在台灣的軍事政府用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美軍顧問團 你沒聽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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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顧問團 中國人 來台灣的時候用什麼名字 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如果政政法來說 他也要分作軍事政府和民政府 所以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很聰明的組織 一個叫做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你沒聽到嗎 沒有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一九四七年的六月總共 那時候 變做 台灣行政府 台灣行政府 以後 有一年 李定輝 不知道 頭上是對一條 比較不好說 他要將台灣行政法廢掉 他要廢成 他說不用三級政府 兩級就可以 一個是中華民國就好 他坦白說李定輝的作用是 想要將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但是美國知道誰跳出來 跟李定輝有少量過 李定輝說 怎麼不對 但是美國不能說實際的事情 美國跟李定輝說 台灣絕對不能廢成 所以路邊變成什麼 動勝 動勝的意思是什麼 把冷凍起來 有一天會開放 台灣民政府會接那個 或是台灣行政府 你不要想 這很簡單的 會法理上的道理 你想台灣行政府 如果去讓第一頂委 把它廢掉 美國是違反戰爭法 你怎麼可以把台灣民政府廢掉 所以為什麼台灣民政府到今天 中華民國不可以處理 不可以處理 無法處理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是依照戰爭法成立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政府 剛才開始的名字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civil government 所以台灣民政府 有的人意想天開 跟他說 是不是變成台灣自治政府 可以嗎 可以 當然也不可以 我問你的名字要向黑白買嗎 你買嗎 沒有 想要跟你買這裡 沒辦法 對不對 想要跟你說 你名字不好 反太歲 反什麼 親太太說就對了 但是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跟他改名 不可以 這就是建政法規定 所以有人說 他就說 他就創一個 台灣民政府 台灣國 台灣什麼 共和國 我告訴你 都不可以 只有一個名字 叫做台灣民政府 所以你算很好玩 你參加台灣民政府 雖然你以前我都說 你來參加以前 我看你都差不多 誰叫你來 有的是我媽媽叫我來 有的是我媽媽叫我來 有的都要聽說來 你來幹什麼 你也搞不清楚 我們在追求台灣的法例 有人說 我來做官 沒有錯 你就是要來做官 你就是要到四千人的 這個合法的 接掌政權的台灣人 他們都漸漸是怎樣 我看過你都沒有反應 你們都沒有反應 不管 會什麼聽到聲音 聽不到聲音 拜託 人家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台灣人很可愛 也很可憐 台灣人給你賺錢 我有感覺說 台灣人 我那位丈夫說過 鑰座 西座 輕座 每個人都要做就對了 這民族是不一樣 我在美國 中島時 有一次中島時12點 我在那個哈威 要坐幾個車 因為要走 實際說太空了 幹什麼坐幾個車 12點要坐幾個車 我走到那個金融車行 我要坐計程車 我要到什麼地方 你知道那個金融車主義怎麼說嗎 Sorry 你說很對不起 現在是吃飯時間 等你12點半再回來 就怎麼 傻傻你就坐在那裡等 不然你要去走的嗎 真的12點半 他才要來跟你借 台灣的金融車司 它絕對不一樣 你不相信 你看那個路邊當 你什麼時候 那時候 我們在菜單 開始要爬下去的時候 你來跟他說 欸 運者運者 我要在車頭 要跟他走 走一走 喔喔喔喔 在放內 把老闆說 欸老闆 我不會吃 幫他鼓勵 我人家走到回來 我才會吃 是不是這樣 這是台灣人 跟外國人 不一樣的地方 你賺那錢 要做什麼 有些人說 我就要交 過得更好的生活 你賺那錢 國民黨的政府給你收了 用稅金嗎 但是稅金 它用的合理 大家會覺得 交稅金是國民應進的衣服 黑白說 我去給你簽名 我為什麼要交稅金 我給你簽名 我為什麼要去做兵 有做個兵在那邊唱 我也有 我也有 不用擁有 我們不用做兵 所以馬英九 四年前 宣布說台灣 台灣人不用再當兵 增兵住 廢除 改成木兵 其實木兵也不可以 後來的國防部 有人出來說 現在兵員不夠 不可以用木兵 就要繼續增兵 但是馬英九 我怎麼說 絕對不會 我們絕對停止增兵 原因是什麼 因為兩千塊人 台灣民眾控告美國 再一次 跟歐巴馬說 我台灣人不用做兵 我去給我征服 你來給我簽名 我為什麼要當兵 你除了不用當兵以外 你還不用 繳稅金 去買武器 這木兵什麼人要買 你給我簽名 你自己要買 什麼我又替你買木兵 但是 所以中華民說 買的木兵都嫁 帕子 三十隻 現在純二九隻 還有幾個隻 八不夠 還在中途 還不夠他 一隻開二十隻 有一個女兒 英姓叫什麼名 我忘記 坐在上面給他拍照 有沒有 我剛才給他點 什麼那個儀錶板 怎麼樣 我告訴你 美國老闆的儀錶板 他把它換掉了 真的儀錶板 那是玩具 給你中華民國 一隻 一生機 二十億 頭部 那二十億 裡面 家裡的設備 所以 廣東不是真的 所以 又有聽到一盤 還不配到台灣 你這樣不聽 就說中華民國 買飛檔 電視有了 有一個 中華民國 那個官員 他說 很奇怪 我們買了好幾個 飛彈 很有名的飛彈 怎麼美國說 要放在他們那裡 你聽有意思嗎 你家裡買便宜 不可以 你拿去 要放在我們家裡 你買嗎 買會怕手 沒有會怕手 你都比中華民國 比較聰明 中華民國 不是只飛檔 買了 又放在別人家裡 你如果要把他們 用飛彈 你就要嚇報告 有耶 既得見 你知道嗎 既得見 那個軍艦 上面掛什麼機 你知道嗎 來來來來 既得見的機 給他們看一下 你們可能都沒在注意 美國的國機 放在那裡 你看不 喂 既得見上的 不是我們的啦 中華民國的 我們沒有啦 上面掛美國機 你是怎麼跟他解釋 中華民國是 主權動力的國家 上面掛一個美國機 你有看F18 最近降落在台南有嗎 我告訴你 憲事故障 那是 國庭 跳國語在那裡降落 家庭港 邀伊山洞 掛美國國旗的飛機下來 運輸機 重點 是在 美國的國防部 選擇一個事情 他跟中國說 我希望你們 要看得懂 這裡面的意思 其實這句話 不是要說給中國聽 說給誰聽 讓你們台灣人聽 台灣人聽這句 聽有幾個 我就聽有的 請去告訴我 你聽有 什麼意思 這個土地就是剛剛那個律師長說的 土地不是做華民族的 很好 他就是跟我們台灣人說 這個土地的主要的 證明犯罪是 我啊 美國啦 我當時買一塊就進來 你沒辦法給我管 你看他 今天他要背走 放一天兩天 他要背走的時候 怎麼會跟你通知 都沒有耶 畫背就背 很困難 我們是來講 但是你沒辦法 有的人說 我們台灣人 都要有子尊 台灣人都要建立國家 這一個 那一個我不要講 米田說那個 你是要怎麼建立你的國家 你跟我說 這個土地的主權 就不是你的 你是小大在這裡 所以我們台灣人 在那個當時 1950年聯合國 已經有自己管 台灣要自治 要主題 什麼 日本天皇 有所謂的 政府不可以管 你台灣人要選出台灣人的領土 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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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選這個領土 不可以選中國人 中國人 不是這個土地的選議者 我們有一個公民權利法案 你們裡面都有 台灣民權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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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 台灣人民的 遵守的 規則在裡面 我們的身份證 申請 就是照這個來 這樣聽到嗎 所以 我們的身份證 的發放 是按照這個規定 我們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台灣基本法 台灣是一個佔領地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我們沒有辦法制定憲法 我們已經有憲法了 我們的憲法是 明治憲法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宣佈 台灣是其民地憲法 讓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戰權 所以你說台灣有憲法 有 明治憲法 這個明治憲法 和日本現在的 和平憲法 有一樣嗎 不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 騎外國之後 你明天說 我要來日本 申請獲獎 因為美書長說我日本人 我說你是日本人 但是你是大 你是大日本地國的日本人 不是現在的日本人 為什麼不是現在的日本人 因為 麥克阿瑟 建政以後 就用明治憲法 共改兩條 一條是優冠日本天皇 一條是優冠他的國皇 憲法叫改過 所以驚立 日本的日本 是定義新的日本政府 跟大日本帝國是不一樣 這是法例 我們台灣人 是大日本地國的日本人 所以大日本地國的日本人 來說一個兄弟的事情 來比喻 來比喻 剛開始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 在東京 在日本的那個大日本帝國 那些都做大兄 如果那個時候的大日本帝國 是叫做大兄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 二兄 因為日本 我們比日本比較慢 本來是殖民地 就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變成二兄 經過建政 日本的憲法不一樣 原來的大兄已經過世了 建政過世了 所以現在的日本是誰 屬於什麼 第三的兄弟 我們是二兄 現在的日本政府是第三個兄弟 所以日本人看到我們台灣要怎麼樣 要走你 我們是二兄 所以 我們要去日本的建國神社參拜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我台灣人要站在頭前 喔 日本人說 等一下 我說給你聽 我說給你聽之後 他們都哈哈大笑 你說的有力 我這部你自己開玩笑 我說的是完全正確 所以台灣人 今天要還有日本的民地憲法 所以這樣來你聽清楚 北方首都 日本的安倍政策去跟蘇聯討 討兩次 都去跟世民 普通跟安倍政策說 你回去念書啦 他聽不到 他跟他說 王回去 想不清啊 第二次又去的時候 日本 又讓普通跟世民 普通跟他說 你回去念書再來啦 北方首都不是你的啦 嘿嘿 安倍政策就頭上真的摸摸摸摸 他就派人來跟我們問 為什麼普通說我要回去打搜 那宋 說起來 在國際裡面很無聊 rage 你搞了他回去打搜 你是什麼樣子 你還不知道要叫他回去打搜 你怎麼知道 北方首都不是你的 因為今天 що的日本 憲法已經沒有起 Gal pog了 所以司法 Weg了 所以北方首都 是太大日本的一個日本天后 三排 日本天后這種也不能管 古今山 胡亡條 第一條 所以唯一可以跟普丁討論 什麼人 你們反應也不好 什麼人 台灣人 台灣就是明治憲法的受惠者 所以台灣人有一天 可以跟蘇聯討論 百公司都要行為 這是按照戰爭法 所以普丁他也知道我們在演技 我告訴你蘇聯有派人來找我 三年前就來了 他聽到我這條路走一條 跟我說 蘇聯的總統要邀請你去蘇聯 總統他要出就對了 我沒有時間 他說你這個建政院 你不能跟他一本講 我跟他講而已 所以他回去 他很聰明 他隨意跟中國說 他說什麼 那個蝦子島 很大的一個島 比台灣島更大 他說蝦子島 本來是蘇聯占而已 他跟江澤民說 這樣蝦子島 我一半行李 一半給我 你看看 江澤民很高興 他說好好好 簽約 不要過了 中國的不要過了 跟他無關 為什麼 你照著你來說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蝦子島 不能說 噴一半 像北方四島 蘇聯回去跟日本騙說 我摘兩島 兩島 兩島行李 我馬上跟日本說不可以 四個都你的 所以他拒絕 可不可以 這個見證我 有頭到沒頭 差很多 明天再繼續 謝謝